几个士兵上去 用手中的有符文加持的兵器朝在身上看 这大猩猩丝毫不怕疼 手一抬又抓了一个往嘴边送 两口咬掉脑袋朝着前方砸过去 自己也冲进了外围防线之中 正好是穆罕等人所在的方向 一群人立刻就拼死抵抗 但是这个大猩猩一般的邪物太过生猛 直接将阵兴给冲散 又杀了两个人 试图朝着高台冲过去 四毛等人赶紧过去支援 集合了多人之力 总算将这个家伙困住了 穆罕还真不含糊 一个踢云总 从后面爬上了大猩猩的后背 猩猩立刻伸手去抓他 但是穆罕灵活躲避 几下子便冲到了猩猩的脖子上 末年咒语 手中的天地归齿 一瞬间幻化出了青白色的灵魂 在他大吼一声之下 用力砸在了黑猩猩的天灵盖上 嗷着一声尖笑的怪叫 那猩猩浑身距离颤抖起来 将穆罕弹开摔在了地上 自己巨大的身躯 沿着海岸滚动起来 大火慌忙避开 反倒压死了不少 正在登岸的邪物 最后跌入水中 直接被水流 带进了浮岛下方的海眼中 这是成经了的山肖 顶得上是半个上古一兽了 王道前兴奋地喊了起来 目光故意撇了一下叶少阳这边 蒙主了不起啊 穆罕也扎了起来 用手扶了一下刘海 朗声喊道 大家不要怕 随我一击手术 只要撑到徐公完成仪式便可 他真把自己当成今天的主角了 叶少阳看到这一幕 心中十分的不屑 山肖挂掉之后 一时间也再没有强大的邪物出现 鬼兵虽然数量极多 但是攻势效果不大 反倒让联合防守的一方 逐渐稳住了局势 但是叶少阳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反倒提醒大家保持警惕 他担心的这是暴风雨来之前的瓶颈 徐公 怎么样了 叶少阳回身冲着高台上喊了一嗓子 呱呱立刻飞身上了高台 正好看到徐温昌描好了第三块零食 浑身虚脱的样子 于是问他怎么样了 还有这一块 快了 徐温昌右手持笔 左手碰了一个香炉 他用力地吸了一口 有青蓝色的浓烟从里面冒出来 全被他吸了进去 神色缓和下来 继续画最后一块 瓜果飞到了叶少阳的身边 跟大伙汇报的情况 最后一块 那就是还有二十分钟 原来不费什么大事 四宝语气轻松地说道 你别放松 我觉得真正的战斗 还没有开始呢 四宝皱着眉头说 这还没开始 那什么才叫开始 叶少阳没有回答 而是伸手指着这远方 一道巨大的黑色浪花 从海面上翻腾进来 细看之下并不是潮水 而是黑压压的鬼兵 仿佛从水中钻出来 疯狂地扑向了海岛 一眼扫过去 能看到很多第一波战斗中的 没遇到的邪物 很多的英归将军 以及夫人 表明了这一波邪物的实力 要在之前的一波之上 在邪物之间的缝隙里 大家猛然发现 海水变成了血红色 其初叶少阳觉得 这是小白他们四个 杀的邪物太多了 把水染红了 但是仔细一想 不对 这些邪物之中 最多只有三分之一是药 鬼和邪灵都是没有血的 光是这些妖物 怎么可能将这一大片海域 染得这么红 正在私存着 突然在斜对面的方向 海域中 一道巨浪腾空而起 露出来一个 长条形状的巨大邪物 不是小青或小白 而是 好像蚯蚓一样的 圆鼓鼓的 通体幽黑发凉 隐晕有些泛红了 腾起来又十几米高 水缸那么粗 顶端有几条裂坊 猛然打开 是一张裂成了好几半的嘴 每一半上面都长着黄色的獠牙 大小都有 密密麻麻的 上面还粘满了粘液 简直要多恶心 有多恶心 我操 四宝嫌恶地骂了一声 这是水质精吗 这么恶心 这邪物从水中钻出来之后 立刻就朝边上游了过去 巨大的口腔中 不断地喷涂着绿色粘液 谁都知道 这粘液不是好东西 一个个全都躲开了 口腔进一步打开 在喉咙的地方 出现了一道人影 是个女子 浑身皮肤通红 没穿衣服 但是头发很长 一直长到了脚跟上 将大半的身子都裹了起来 每一根头发都在蠕动着 像是一条条的触脚 看上去说不出的恐怖诡异 女子突然张到了嘴 发出了乌烟的哭泣声 声音格外的刺耳 让人浑身起了鸡鼻疙的 血池罗沙 是血池罗沙 不知道是谁先叫了起来 众人悚然 太阴山一向很神秘 多数邪物在外界 都是不知道名字的 但是三界仅有的 知道的几个名字里 血池罗沙 差不多是金牌的右军之后的 太阴山五大罗沙 唯一守的就是这血池罗沙 凶名三界远播 无人不知 但是对于在场的众人来说 还都是头一次 见到这个传说中的杀行 能够认出他的 主要是通过体貌特征 以及他的特别的哭声 血池哭 万事休 法术界一直流传这么一句话 没有想到今天在这碰上了 叶少阳深吸了一口气 这时听见穆罕高声喊道 有种灯案 我来会你 血池罗沙站在巨型水质的脑袋上 傅看着他 谨细地声音说道 你是叶少阳吗 穆罕未未一睁说 我叫穆罕 那是人间法术界的新人盟主 天玄之子 对付你却是绰绰有余了 还不前来受死 血池罗沙大哭了起来 什么天玄之子 在本宫眼中还不够格呢 叶少阳 叶少阳在哪 四宝大笑起来 张张脚 你看你这混的 连个邪物都不待见你 穆罕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又没法发作 四宝这一脚 把这血池罗沙的目光引了过来 问道 你是叶少阳 四宝朝边上的叶少阳 弄了弩嘴说 他才是叶少阳 不过你要是想跟撒家玩玩 倒也可以 叶少阳急忙说道 你来你来 我可不跟连哭笑都分不清的精神病打 身旁捉鬼联盟成员都大笑起来 血池罗沙怒了 但是表达怒气的还是哭声 扬起了一条巨大的尾巴 在水面上重重的打了一下 掀起了一股巨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